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我是你们的Yuki姐姐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要给我们芭比娃娃的粉丝们 带来一款非常非常炫酷的我们的芭比娃娃的现代全新 这种粉色梦幻的衣柜和衣橱的整体套装 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体套装呢,是非常的大 大概呢,是由我们上半身这么一半那么高 总共是有两层,它是一个双层的小洋楼 或者是一个双层的一个别墅 我们呢,可以在上面给它把整栋楼呢,都给它组装起来 我们用这个粉色的竹签可以把它呢,两片都给它连接起来 这边是由我们的小洋楼 我们的一个二楼的一个装饰和地板 然后你可以把它呢,插进去 我们的小洋楼边拿出来 我们的小洋楼的小洋楼 我们的小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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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ちら是小洋楼 我们的小洋楼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然后我们这边是一个相框 或者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电视机 感觉呢是应该是有40寸或者是50寸这么大 我们可以呢是把它安装在我们的客厅 或者是可以把它钉在我们的墙上 后面呢也可以把它吸在我们的墙上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其实也可以把它放到你的书桌上 进行一个小小的装饰 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小的一个装饰 不知道你们怎么觉得呢 在里面呢可以放上你的用的一个用具 或者是你喜欢的一个图片 然后还有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放我们的手机 我们这边呢是要把我们的别墅 给它进行一个完整的一个安装组装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别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真的是叫一个巨型的芭比娃娃的一个公寓 或者是一个小洋房 好吗 我相信我们的主要是给我们的一份 那边是我们的甘装 这个是我们的芭比娃娃代表 我们的 Nerd花 我们的楼子 不会是一个商业 都是我们的aa i know you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梦想屋就差不多给大家组装好了 我们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各个小小的一个细节 非常多的一个小花 小猫 小宠物 我们再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芭比娃娃 这边呢是它的一个架子 你可以呢让它直接坐我们这种小电梯 把它拉上来 这样的话呢 当当 它就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专门的电梯 这边是它的一个小小的书房 我们这边坐得非常的舒适 我们的卧室 以及旁边呢 还有它的一个小小的小床 我们可以把它呢翻上来 就变成了我们的一个书柜 或者是一个衣柜 这边呢 这边呢是它的一个梳妆台 还有我们的洗手间 这就是我们芭比娃娃的梦想屋 整个屋子呢 非常的大 非常的巨大 我们会在下期的视频当中 继续给大家带来后续的更新 比如说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小故事呢 是关于我们芭比娃娃的一个小故事 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故事 然后各种各样的一个系列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在下期的视频当中呢 也会根据大家的一个愿望 再来做我们下期的玩具视频 好了 不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 加上个赞 一个订阅 或者是可以在视频下方呢 留下你们宝贵的留言 告诉我们你们的愿望 告诉我们你们的一个喜欢的玩具组 或者是告诉我们 你们想看到什么样的一个玩具 那么我们就会根据你的愿望呢 再来做下期的视频 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希望你能够玩得开心 看得愉快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